放飞头脑似续飞扬 朋友们好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河南 发生了一起堪称1949年以后 中国的最灵异事件 没有之一 河南省太行山东路有一个临州市 在1994年以前 它叫临县归安阳市馆 临县地处晋济玉三省的交界处 山清水秀 但并不附属 因为地质结构的原因缺水 大跃进时代著名的旗舰工程 红旗渠就在这里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并不是红旗渠的故事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 先通知一生 本周的会员节目已经上传了 在20世纪初 发生了一起当量堪比氢弹的爆炸 在核弹还没有诞生之前 这次爆炸是怎么搞出来的呢 请记得收看通古斯大爆炸解密 1982年6月 河南省军区准备在临县 举办一场民兵军事演习 民兵在中国属于群众武装组织 民兵的人员组成可以是退役军人 也可以是在职的教师工人 白领或者农民 1982临县演习是河南省军区定下的重点项目 由河南省人民武装部负责实施 简称人武部 演习的方案是什么呢 就是让全省的民兵在临县集中进行为期12天 包括士兵实弹在内的训练 临县人武部对这次演习是兢兢业业全力以赴的准备 因为上级挑中了俺们临线搞演习 那本地干部们的试图能不能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就看这个活办得是不是漂亮了 1982年6月20日训练正是明罗开始 头几天是理论课和体能训练 军事训练对很多民兵来讲都还是大姑娘上花轿 头一回 但是进行的很顺利 大家最期待的是最后两天的实弹射击训练 为此人武部专门准备了几百支枪和几千发子弹 靶场和弹药库就设在临县的郊区 说起这个靶场还有点甚人 因为这里曾经是当地的一片乱坟钢 为了这次射击训练 临县专门把这一片乱坟拆除推平了 然后铺上了草坪 可以说花了大力气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在实弹演习的头一天 省人武部的部长亲临演习地视察 县人武部部长和手下作陪 一行人来到了弹药库 弹药库虽然地处郊区 但是并不偏僻 周围人来人往 交通稠密 弹药库的建筑是砖石结构 但是没有窗户 只有两道大门 里面一层是木门 外面的是坚固的铁制防盗门 门的钥匙分别由县人武部的正副两位科长保管 两个人都是退伍军人 其中有一位还参加过朝鲜战争 两个人都在临线工作了几十年了 相当可靠 从来就没有出过纰漏 两位科长打开库门之后 省部长看到的是一排排 用来存放武器弹药的专制铁柜 两位科长又拿出不同的钥匙 打开了铁柜的柜门 只见铁柜里放了大约六百支 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和五六式冲锋枪 大约七千多发子弹 还有迫击炮和数十箱的手榴弹 部长分别拿起一支半自动步枪和自动步枪查看 只见枪身油光增亮 很明显是刚刚做过保养 部长非常满意 同志们辛苦了呀 一行人走出这个军械库 弹药库的时候呢 部长就更满意了 因为手下人又牵来了一条退役的军犬 晚上除了哨兵在周围值班之外 军犬也会被放入仓库内执勤 看着铁桶一样的安保措施 省人武部长非常高兴 看到领导高兴呢 属下们当然也很高兴 不过大家都高兴得太早了一点 意外来得让人猝不及防 6月30日凌晨 整个林县都在沉睡 武器库周围 一切静悄悄 只有不时传出的一阵阵重鸣 今天当夜班的有三个人 是县人武部的副科长 加一位科员 还有一位叫小卢的民兵 副科长和科员都已经年过半百 再加上白天陪着领导到处视察 忙活了一天 这个时候已经累得不行了 在狭小的值班室里面沉沉睡去 民兵小卢年轻力壮 这个时候精神还挺好 一圈一圈的围着武器库巡逻 小卢身上背着一支 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十发子弹的弹夹也已经上膛了 绕着武器库巡逻一圈 大约需要十分钟 虽然很无聊 但是小卢还是兢兢业业地履行着自己的哨兵职责 小卢刚刚走到武器库背面的时候 突然就觉得四肢无力 像体力都被什么东西抽走了一样 前一刻还生龙活虎的他 这一刻呢 是连步子都迈不开了 亮腔着几乎就要跌倒了 小卢赶紧走到墙边 扶着墙慢慢地坐下来 他心里想 是不是应该把值班的副科长叫来支援呢 但是一转念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正在执行重要任务的过程中 我体力突然虚脱了 听起来都像是让人觉得自己素质不过关 不堪重用 小卢想 可能是自己太紧张了 稍微还口气就好了 小卢一边坐下 一边下意识地看了看表 依稀觉得是四点钟左右 这个时候他脑子已经不太清醒了 他屁股刚刚着地 人就开始丧失意识 其后的事情就不记得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小卢猛然醒过来 他第一个念头就是 不对呀 我正在巡逻 怎么睡过去了呢 他下意识地一摸 糟糕 步枪不见了 而且随身的子弹袋 也空空如也 小卢的头脑是一阵发懵 他赶紧敲开了值班室的门 副科长和科员都被惊醒了 他们听着小卢结结巴巴 说完了自己的遭遇以后 副科长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 是四点十分 他下意识地摸了一下枕头下面 突然大叫一声 哎呀 我的手枪呢 这下三个人都惊出了一身冷汗 随身武器被偷 那责任太大了 就别说提拔的事了 很可能都会被开除公职的 副科长双手战斗 赶紧给政科长和现任武部部长打了电话 没过多久 这两位也匆匆赶到了 几个人先是围着武器库转了好几圈 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这个时候五个人当中的四个人都开始怀疑 这个民兵小卢是不是说谎啊 是不是他偷懒睡着了 才导致武器被偷的呢 但是小偷又是如何潜入了这间 只有几平方米的值班室 又神不知鬼不觉地顺走了副科长枕头下的手枪呢 几个人都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现任武部长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只要今天早晨的射击训练不出乱子 那一切都好说 想到射击训练 现部长的心理就放不下了 立刻让两位科长打开军火库的门查看 结果刚一拧锁 大伙就觉得不对劲了 因为平时只要一转动钥匙 军权就会从里面跑到门口来大叫 但是今天居然室内寂静无声 门一打开 现任武部长一个剑步冲进去 紧接着就是双腿一软瘫坐在地上了 原来军权已经消失无踪 武器柜的门全部打开 武器和弹药通通不翼而飞 就是一个空房间了 几个人你盯着我 我盯着你全都呆住了 可怕的寂静持续了几分钟 还是副科长先打破了沉默 他结结巴巴地说 我我们要上报吗 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啊 又是一阵沉默 只听得现任武部长粗重地喘了两口气 然后从牙缝里面挤出了这么一句话 要再多拖一会儿 我们更要掉脑袋了 爆 有了现任武部长这句话 副科长赶紧抓起电话 向上级报告 两个小时以后 几辆大卡车开到了军火库 只见卡车上跳下了一群 核枪实弹的士兵 把仓库团团围住 从另一辆车上下来了两个军官模样的人 走到了现任武部长 他们五个人的面前 原来这两个人是河南省军区 紧急委派来的调查员 也就是侦探 只见他们一做首饰 一组合枪实弹的士兵 立刻过来把现任武部长 还有小卢等五个人围了起来 五个人一见这个阵仗 早就吓得腿肚子发软 说话都不利索了 只有县部长强打精神 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 调查员听完汇报 指示士兵 原地给我把这五个人看好了 一步也不许动 他就带着另外一队士兵 开始在弹药库里里外外 仔细检查起来 只见弹药库的铁防盗门和木门 都是完好无损的 没有暴力破坏的痕迹 门坝上也没有留下陌生人的指纹 再进入仓库的内部 只见角落里是有一些狗的排泄物 从排泄物的干湿程度和温度来看 军犬消失的时间应该不太久 武器柜的柜门敞开 所有的武器弹药都消失不见了 调查员皱着眉头 仔细算了一下武器加弹药的重量 大约需要一到两辆卡车才能运走 但是呢 调查员对仓库外进行仔细勘查之后 又发现 除了自己带来的军车之外 仓库周围没有看到任何 其他卡车和车辆留下的痕迹 现场勘查还在进行过程中 河南省军区的司令上坦 也坐着吉普车赶到了现场 他脸色铁青地查看了弹药库之后 第一个想法就是 这肯定是由阶级敌人搞破坏啊 司令两眼冒火 狠狠地盯着县人武部长 这眼神简直都要把对方身上 烧出几个窟窿了 而县部长呢 这会儿已经瘫软坐在地上 神思恍惚 精神已经彻底崩溃了 首长亲临现场 调查员立刻汇报了 自己初步分析的结果 根据军犬排泄物的时间来看 军火消失的时间 大约是在凌晨四点钟左右 以这批武器和弹药的重量 即便是十几个壮汉 也要搬运十几分钟 而现在刚刚是早晨七点过 因此盗窃的卡车 开出去的距离不会太远 司令立刻把案情上报给了济南军区 中央军委和公安部 很快军队封锁了临线 河南河北山西三个省 以临线为中心 150公里半径范围之内 所有的过往车辆都要彻底检查 绝不允许敌人漏网 但是一天下来 什么也没有查到 到了傍晚又只好解封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 河南省军区动用了 它所有能动用的人力 在包围圈内掘地三尺 把山林水库 河流田野都挖了个遍 就别说枪了 连半个子弹壳的影都没有找到 600多支枪 7000多发子弹 还有迫击炮和手榴弹 就这样人间蒸发了 当然临线人武部长等 在现场的五个人被立刻关押 因为省军区司令和省人武部长 首先想到的第一种可能就是 坚守自盗 也就是说这五个人 偷偷把这批武器弹药运走了 但是无论怎么审问 软硬兼施 这五个人全都死死的咬定 他们是清白的 武器就是莫名其妙消失的 调查组又查了这五个人的 祖宗十八代 可是这五个人当初 能被挑出来看守武器库 那本来就是根正苗红的贫苦出身嘛 背景早就被筛过一遍了 所以当然也没有能再找出 他们有什么里通外国 阶级敌人的背景 甚至也没有找出他们的家庭 有帮派汇道门被警导 线索没有找到 但这么大一件事情发生了 总归要有个说法 总得有人要负责吧 于是管钥匙的正副科长两个人 被告上了军事法庭 吃上了牢饭 县人武部长 民兵小卢和另外一名科员 也都被开除了公职 省人武部长的升迁之路 也从此断掉了 有了几个人顶罪 那这个事就不了了之了 军火找不着 找不着就找不着吧 可是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真的是这几个人坚守自盗吗 坚守自盗的动机 无非就是得名得利两样吗 丢武器的罪名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 所以名是屠不了的 那么利呢 把军火倒卖给黑社会 还是所谓的敌特分子呢 以临陷所在的社会环境 找不出任何一个 能够收购如此大批军火的买主 看守军械库的五个人 也没有查出案发前 有可疑的人际接触 所以不管是作案动机还是过程 这起失窃案都说得上 是从1949年至今 70多年间里最离奇的失窃案 吃瓜群众们找不到合理答案 于是就开始朝灵异角度思绪飞扬了 灵异论的第一嫌犯 当然从来都是外星人和UFO 在案发当晚 包括小卢本人都没有看到什么异常现象 不过当夜没人看到 不意味着前后几天没人看到 案发在1982年6月30日的凌晨 6月18日晚间10点左右 华北空军正在河北省西北部张北县附近 进行夜航训练 当时有7架飞机在离地面一公里的高度飞行 突然有一名飞行员 发现离自己飞机不远的左前方 出现了一个橘黄色的光球 他连忙呼叫自己的同伴和控制塔 其他飞行员随后也看到了 几秒钟之后右前方也出现了一个 带着尾巴的天蓝色的光球 飞行员们非常紧张 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看起来不太像是敌机啊 只见这两个光球以极快的速度 突然合并成了一个巨大的乳白色半圆体 一瞬间就消失在了张北县以北的上空 2007年发表的 《华北华东地区上空奇异UFO调查分析》一文 引用了这个木极压地 外星人绑架几个大活人都跟玩似的 他有能力把武器顺走吗 那太有能力了 可问题是他要这种落后的人类武器干什么呢 这些东西太原始了吗 他要有心偷也偷几个原子弹吗 这种事情在UFO事件当中还没有先例 灵异论的第二种观点是鬼魂说 当时林县为了修设计场铲平了乱坟钢 难道是众鬼为了报复自己的家被抄 也抄一回你们的家 把军火也洗劫一空了吗 当然这种猜测就更加只能停留在都市传说层面了 由于案件一直没有进展 也没人提出合理的线索 时间越久 他的灵异份就越来越浓 这个安阳事件就成了中国都市传说当中的第一灵异大案了 如今在百度百科上 他都一直保持着灵异的头衔 而且还不断有衍生情节出现 说得更玄乎 说省军区司令以及随行的警卫一到武器库之后 随身携带的武器也不翼而飞了 时间一转眼来到了1992年 云南边陲一个小镇发生了一件大事 只见三千多名全副武装的武警和士兵 开进了一个叫平远街的地方 平远街位于云南省闻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部 一个叫平远镇的地方 这里靠近越南老挝和缅甸 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毒品集散地 小镇里毒贩云集 但是在八十年代初期贩毒团伙的装备还很落后 一般都是轮刀动枪 装备好的毒销也就是有几把手枪 但是到1985年以后 武器的数量和质量突然成火箭式的增长 手枪对毒销们来讲只是毛毛鱼 机关枪冲锋枪甚至连火箭筒都成了标配 而且数量之多 多的能拿出来做武器的黑市交易了 手里有了家伙 当地的毒销就敢于和政府叫板了 从1987年起 平远每年都会发生几十起暴力事件 1992年 云南公安决定对平远 展开专项扫荡活动 当武警冲进了当地最大的毒销马铭家的时候 马铭居然端起了一把五六式冲锋枪 就是一阵扫射 两名武警当场毕命 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枪战 马铭被击毙了 在马铭的家里搜出了大量的武器 不仅有几十把五六式冲锋枪 还有手榴弹和迫击炮弹 严打活动在平远持续了80多天 终于把当地的毒销暂时给压制下去了 可是仅仅是平静了几年 其后平远又悄悄的变成了黑式武器的流通地 当然这是后话了 云南武警扫荡独销的光辉战绩 很快就在记者们的生花妙笔之下 被写成了一篇篇报道四处发表了 但是很快也有读者注意到了一个蹊跷之处 就是报道中平远黑帮武器升级的时间点是1985年 和安阳军火的灵异失踪事件1982年非常接近 而且毒贩马铭拿的正好就是五六式冲锋枪 他家里还有很多其他枪支 还拥有手榴弹和迫击炮弹 那这些东西不就是安阳军火灵异事件里丢失的东西吗 按理说这个猜测非常容易得到证实 因为每一支枪每一发炮弹上都有出厂编号 只要对照一下临线失窃的那批武器的编号 就知道平远的这批军火是不是来自于安阳了吗 可是非常奇怪的是 事情进展到这一步却突然间没有下文了 刚冒头的线索又被信息黑洞所吞噬了 一切追问都得不到回应 连追问本身很快也消失了 在后来互联网上的零星讨论当中 有少数人又提出了这样的猜测 就是军火的确是被坚守自盗了 只不过盗卖者来自于河南省军区以上的阶层 是由军队内部人士实施的 所以在临线当地的社会关系当中 你查不出任何线索 线人五部长等人只是被抛出来顶罪的小角色 当然出于大家都知道的某种原因 外星人作案 鬼魂作案的都市传说可以存在 也可以流传 可是这种猜测 确实不能流传的 这大概也是中国这片土地上 一种非常奇特另类的灵异现象吧 那么好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如果您觉得咱们这集节目 或者咱们这个栏目有意思的话 就请定个月关个注 下回更新不迷路 散会 最后剪辑师小谢拍了个案 这么说胡蒙宇失踪 也可以赖在外星人身上咯 我代表外星人表示不背这口锅